我手里的这张卡是英伟达新显卡中最低端的卡 我本来是抱着看看它的性能接近有多烂才买的 结果没想到 它竟然能66帧唱完吃鸡 70G帧唱完APEX 200多帧唱完无为契约 你好 我是麦娇看你采坑的如招 如果提到拔掉显卡以提升性能这个梗 你肯定会想到一代神卡 GT610和GT710 但是这两张卡其实已经走到了生命的默契 在英伟达官网已经没有新版驱动更新了 只有一些安全补丁 而他们的继任者就是我手里的这张GT1010 这张卡是我168元在海鲜市场上逃的 但在我测完以后 它的表现属实是有点离谱了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GT1010的参数 其实它的架构和GT1030是一样的 但是阉割掉了三分之一的CUDA核心 所以实际上的CUDA核心只有256个 显存倒是没有阉割 和1030是一样的 两GDDA无显存 不过 其实它还有更离谱的两GDDA4版本 这么低端的卡都能再分出三个等级 真有你的鸭楼黄 这张卡的定位很明显就是一张量级卡 它的功耗只有30瓦 不需要额外供电 比较离谱的一点是 它的这个接口带宽居然只有PCA3.0x4 和M2固态硬盘是一样的速度 所以它可以轻松的插在电脑上任何一个显卡接口上 也不会有性能损失 哪怕是再拉接电脑 只要插上去就一定能有 视频输出接口方面 它用的是两个HDMI2.0 4090都没有两个HDMI 你有两个HDMI 你比4090都牛逼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上机来进行烤机测试 性能这么差的卡 想热其实都很难热起来 烤机十多分钟后 显卡温度最高56.8度 显存温度最高64.8度 功耗就只有27瓦 3DMark的显卡稳定性测试也高达99.5% 那么这么一张目前最低端的N卡 性能表现究竟如何呢 能不能打得够和谐呢 在Time Spy中 它的跑分只有849分 好消息是 它被前任GT710和GT610 加起来都要强 坏消息是 它只能和英特尔最新的核显 打个有来有回 不过 在实际游戏中 它的表现真的太出我意料了 以下游戏 我都开到1920x1200分辨率 最低画质 搭配的CPU是i3-E2100F 内存是3-2频率 8G双通道 实测 CSGO平均131帧 英雄联盟对线 平均357帧 5位契约训练场 平均244帧 绝地求生 开到70%渲染的话 训练场能够达到平均66帧 APEX训练场也能达到平均77帧 这个游戏的体验 绝对比同分数的 英特尔核显要强多了 如果说英特尔核显 是纯存的高分低能的话 那么这个GT1010 就是低分高能 只要你不追求画质 玩玩这些主流网游 其实都很流畅 那么 我们能不能作死 让它挑战一下赛博朋克呢 想啥呢 当然不可能了 哪怕开到最低画质 开启智障能的FSR 它的平均帧数也只有15.8帧 根本没法玩 即便是优化特别好的 三线大作古墓丽影暗影 它的平均帧也只有20帧 虽说这张卡呢 和三线大作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但是 哪来玩玩低画质的网游 其实完全够了 其实我觉得 GT1010真的不是完全的质上水啊 因为英伟达这种超低端显卡 它可能性能会阉割得超级厉害 但是视频解码能力可能是在的 我这边播放一个4K60帧的视频 还是相当流畅的 举个例子 如果你要装一台i3的办公电脑 那么现在 有核显版的12100 和无核显版的12100F价格 基本上了130元左右 那我还不如再加50块钱上独显 不仅能够玩一些主流游戏 而且还能流畅解码4K60帧视频 在很多时候 可能是性能比更高的选择 更别说有些企业平台 本来就没有核显 可能就是想要一张亮机卡 那么现在 还有新驱动支持的最低端显卡 就是GT1010了 最后肯定就有人要问了 100多块钱 我为什么不去买一张580大矿卡呢 有发票可以报销 580大矿卡能报销吗 提到新卡 我也是买一张性价比超高的 电竞判客4600新卡 最低只要1960块就能入手 后面我看看 我定制的集装箱机箱 什么时候能够发货 发货的快的话 我就用它来装一台 很有创意的集装箱主题主机 如果集装箱机箱发不出货的话 我就用它挑战低价极限 装一台2999元的4600主机 感兴趣的话就点个关注吧 我是飞显的一彩克逗如舟 希望能在下期视频里 以消遇哦 拜拜